上禮拜主要讲到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那个 泛立体里面有那个101开头的 就是留下那个中文的部分 这个立体 那里面我们会用到几个函数 包含什么呢 LEN B 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全形转半形的话 会有一个那个ASC 然后呢判断它的长 就可以知道在最后LAP 可以得到最后那个我们的中文部分 那这一题的话 这个答案自己再试试看 其他有相关练习题 可以再延伸去反复练习 因为其实要把这个 ASC 里面的函数跟VBA学好 我想应该没有别的绝效 就是多练习 所以我们有一本参考书 里面有468个范例题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那个 ASC 里面函数的专家的话 或者答案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468个范例 当然不一定全部做 你大概做个一半以上 我想你应该就已经很厉害了 当然那个书里面没有VBA 不过我有在我的范例里面 讲了一些VBA 为什么 因为其实函数在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步骤少的问题上面还OK 可是如果说你步骤太多 我还是蛮建议你直接干脆写VBA 相对的会比较简单 OK而且比较 我是觉得你在除错上面也比较简单 或者你公式 假如说你那个公式一长串 而且最后还要执行正列 Ctrl-Shield加End的话 哇那个真的是不容易 很容易做错 OK 再来的话就是在VBA里面 我们要撰写一幅的逻辑 包含就是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多重逻辑 那怎么样去做这样的程式撰写 那这部分我想还是要多多练习 因为这个将来在我们VBA程式里面 其实不外乎就是重复做就回圈 那逻辑判断的话 当然就是比如说有一重两重多重的这些叙述 我想都会不断的出现 那再来就制定一个成绩函数 那其他的话还有End偶尔的逻辑 比如说怎么在这个Excel里面函数 使用End跟偶尔 再来的话呢 在VBA里面怎么使用End跟偶尔 那个交集跟连集的叙述 OK 最后的话讲到有关就是 如何做那个成绩的 这个成绩颜色的设定 ABCD有不一样的颜色 或者底色字型等等的变动 OK那这部分就有个清楚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我们后面其实还会再提到几个重点 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看就是 如果我今天预设的这个结果里面 其实它本 假设你将来要把资料做列印的话 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预设的这个资料里面本身是没有框线的 那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它每次要列印报表的时候 它要在手动 它不会写VBA 那它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在列印报表之前 我干脆呢就自动把框线加上去 画好之后列印出去就OK 你不要再多一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呢该怎么做 我这边demo一下 大概就这样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在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帮我绘制框线 那绘制框线呢 我希望是红色的框线 诶?该怎么做? 我给它程式会很复杂? 不会 其实就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第一个你要学会 上礼拜讲过的 很重要一个物件 叫做范围物件 range 有没有? 所以你跟它讲说 我的range在哪里? range在A1 到H8 这个范围 所以它选一个范围 然后我希望它的框线帮我 框线当然我如果手动的话 是从这边 去做什么呢? 其他框线的设定 包含就是我希望颜色是红色的 然后内框线跟外框线 都要帮我框起来 类似像这样子 可是如果每次都要做一次的话 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如果要清楚的话 该怎么清楚? 清楚当然我们一般是这样 也是这样这个range 然后如果没有框线的话就是 一样其他框线 然后把这个改成5就好了 按确定又恢复了 不过如果你每一次都要手动 如果你范围很多 或者你工作表很多的话 那当然手动来做其实非常花时间 那最好是你资料都弄好 报表弄好了 最后呢干脆把那个框线也画好 哇那这样一气呵成 OK那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延伸就是说 如果我说我今天不只加框线 像刚刚这个范围 我除了加框线之外 我比如说我这边 假设我现在加了一个外框内框 那另外我希望凸显 就是上方是蓝名称 然后左边的话是这个key 就是它那个关键的部分 那我希望把这一边 这个范围的上面这一条线 化成双线 化成双线 因为现在是单线 如果我要双线的话 第一个当然我要选这个范围 然后把它改什么 改这个 有没有 这边有个底端 但它没有上面 或者你看它另外一个方法 你选这个 选这个范围呢 给它一个什么 底端双框线也可以 如果说你要选这个范围 来做的话 你恐怕就是要进到其他框线里面 那第一个当然你要给它一个样式 就是双框线 然后上框线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一条线 所以你可以把它点一下 应该取消一下 应该是 再一次 先选样式 然后再选上框线 一般是点这个 或直接点这边也可以 我喜欢点这边 点一下 这边双框线 按确定 OK 这样的话就有一条 另外这一边 假设左侧的这一条线 会要双框线 一样 这是其他框线 然后先双框线 然后再左边这条线 按个确定 这样子就做出来 不过如果我今天呢 每次都要再来一次 或者你工作表一堆 那你每一次都要再做一遍 其实相关忘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它变成VBA层次 那我先demo给大家看 一清除 所以现在清掉了 二加框线 但是框线部分的话 我如果今天希望这一条跟这一条 加双线的话 那其实VBA也可以带 按下账 开发 这一条跟这一条 就双框线 那要该怎么做 这个等一下我会叙述 今天重点一 先把框线部分把它画上去 所以如果今天的部分你会的话 以后画框线就非常简单 那关键的部分就是使用Range物件 OK 另外还有一个 那个Range物件底下有一个属性 其实算纸物件 它叫做Bolders 有没有 我们上礼拜讲画那个C 但是只是一个储存格 如果一个范围 其实到底差不多 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Excel 当成是这个资料库 那假设吧 我今天把它当资料表 那如果未来 还会有其他学生的成绩 要被登录进来的话 那当然以前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输入 不过直接在这边输入 会有个缺点 你会发现 如果你让人家直接在这边输入 你会发现 回来资料 都会非常多的问题 你要去 怎么样 找到它的错误 很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错误 而且输入方便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表单 那今天的重点二 就是 做一个表单 那我大概demo一下 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如果今天希望 在启动这个工作步的时候 就跳出这个 叫表单 这个表单的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怎么样 让它一个萝卜一个坑 自动的帮我把该输入的资料 输入到这边 姓名直接输入完 就key上去 那这三个成绩 实际上就是这三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说后面这几个怎么办呢 其实这几个 其实应该是可以自动产生的 因为你只要有三个成绩 那平均就算完了 那平均要怎么自己带过来 这个简单方法 要不如你就把上面的公式 把它放到底下来 合格不合格的话 其实你要不就是怎么样 自己在写 或者说你甚至可以 呼叫之前 我们写过那个制定的方权 其实可以从表单去呼叫 制定函数 不是只能从这边呼叫 然后这个多重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制定函数是多重 那我呼叫它 最后我只要填完资料之后 就可以把这几个资料 自动就显示 我先demo给大家看一下 是大概这样 第一个我输入名字叫AA好了 Enter 它会换到下一个 然后输入它的分数 Enter 再Enter 反正就是Enter 那最后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要按这个新增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把 这一个文字栏位 改成Enter之后的话 自动就把资料 就是自动按按钮 OK 把资料就填上去 Enter一下看一下 各位没有发现 自动的话 它就把资料填上去了 那其实就是把Excel 直接拿来当资料库来使用 而且你会发现 我甚至把框线也顺便画上去了 然后呢 连字型也顺便带 因为它好像新系民体 我自动也把它改 什么 好像微软中黑体 OK 那当然你可以再填 OK BBB 然后再填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还蛮顺手的 你就把资料填上去 Enter 资料就一直往下 就可以把资料带过来 其实这种需求 我的工作上还蛮多的 只是说我们要如何利用 这个Excel里面提供的 这个叫做表单 可以让我 输入完之后呢 可以再把资料 要儲存在Excel 永久储存 其实也就是把Excel的四算表 这个工作表 当成是所谓的资料 等于是资料库的资料表来用 OK 那怎么样能够做出这个东西来 这个我想也是待会的重点 所以待会我们会教各位 一 先如何把这个表单给做出来 那做这个表单 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这个表单的话 如果你要请公司 帮你做的话 其实还蛮贵的 蛮花钱的 蛮花时间 而且他做的不见得是你要的 OK 那我们如果可以自己设计的话 那其实就方便多了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怎么样 可以让我按一下按钮 它可以把它启动起来 第三个呢 就是我怎么可以把它填的资料 登录到哪里呢Excel OK 那这个步骤的话 待会我们注意来看 就把它关掉 这边又可以启动表单 又叫出来了 这个开关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是把 刚刚的那个 上个礼拜那个范例档先打开 待会我们主要讲 框线表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教各位这些方法 这些功能呢 主要还是 以那个工作上 会用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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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了 因为有很多需求 其实是 同学提出来的问题 针对同学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 就是在 把它设计成 那个加到范例里面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 会再来看 如何加上框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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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